中国信托金融控股简称中信金 今天举行第三季法说会 前三季税后盈余较去年同期成长了超过17% 不过昨天刚刚宣布的买下台湾人寿保险 和日本东京执行银行的并购案 永远成为整场法说会各界关注焦点 整个资产端可以到达6400亿 整个平台跟规模也扩大非常的多 中信金大手笔并购台售保和日本东京执行银行 不但资产规模大幅成长 在保险业务人力方面也获得补强 未来整个金控的资产分布 大概保险就会是在20%以内 就是所谓的non-bank 那在银行为主的话会是80% 这从资产来讲 中国信托金融控股简称中信金 三年内陆续买下大都会人寿红利人寿 现在又吃下台湾人寿百分之百股权 资产面几身保险业前十大 而并购日本的东京执行银行 更是台日两国的并购首例 从获利的角度来讲 应该如果我们有能力经营的很好 我们相信它会给中国信托带来 很好的注意 至于跟台售保的合并案 将造成股权稀释 吴亦奎肯定表示 将不会对经营权造成影响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汉 吴博萱 台湾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